一人伊能靖在大陆是被封杀了吗 因为最近呢他没开二度 本来想帮未来的老公打打人气 公布了自己的求婚影片 但现在却有网友说 在网络上找不到这个片段 在这三百多天里面 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人在土耳其处外景的伊能靖 对小男友秦浩这突如其来的求婚 又惊又喜感动泪崩 这段温馨的求婚影片 首度在大陆湖南卫社综艺节目曝光 本想帮秦浩上节目的收视加分 没想到却出现反效果 有大陆网友发现节目播出后 在网路上竟然怎么搜也搜不到这集内容 也没有安排重播 传出事遭到封杀 节目被禁的原因是 涉嫌表演过度 或对学生造成不良引导 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 节目未有播出 是因为节目中出现了伊能靖 据传自从去年伊能靖 声援大陆南方周末报社 抗议广东审委宣传部 擅自更动内容后 就被大陆电视台列为黑名单 还丢了选秀节目的评审工作 人类关心人类群体生活 社会的时事是平等的 对此湖南卫视澄清 节目一直维持正常录制 播出重播与否 是频道的编排考虑 希望外界不要过度揣测 与联想 记者 纵图报道